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我是狼眼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36,600美金左右水平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说过 比特币的一个空头正在一个衰竭 接近一个底部 比特币以太坊即将反弹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说过 那么随后比特币就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反弹 重回到一个37,000美金的一个水平 那么接下来比特币会继续进行反弹 我们的一个短线思路怎么样 长线思路怎么样去布局 等会我在视频当中去分享 给大家一些最客观的一个反应 反应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 用技术的一个盘面来去分析 整个盘面的一个向未来的一个走势判断 那么现在的恐慌指数是12的一个水平 那么美国时间的一个10点多 那么现在的一个水平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操作 就是要进行一个比特币行情分析 那目前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36,600美金的位置 我们是在下方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是做了一波的一个比特币一个多头上来 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有了几百点的盈利 几百点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空间了 已经有 那么比特币接下来会继续进行一个反转吗 那么我们的短线操作思路怎么样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说过了 在这个位置空头逐渐衰竭 接近底部反弹 那么现在的一个思路 我们上个视频我们说过 这条蓝色的线非常关键 只要没跌破 它就会继续进行一个反弹 那确实是到这样的位置准备去触及到这个蓝色的线 三万两千五百美金附近没有触及到最低的位置是到达一个三万两千九百美金的位置 随后出现一个反弹 也是如私而至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那么我在我的电报群里面也说过会肯定会有一波的一个反弹去触及到一个三万八一带的一个水平 那么最高的位置是到达了一个三万七千六百美金的一个高度 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话这样的一个反弹 预示接下来会走一个震荡线上的一个情况 也是你看是走了这样的一个行情 是吧 昨天我们也说过了 它是走了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四小时级别 一小时级别的这个上涨通道当中的话 是走了这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 它既然它这样走了 那肯定是有要有它的一个意图 那么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在一个三万八千五百美金左右水平 突破这位置继续去持有我们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 目前的话它突破这样的位置 它预示的有更大的一个行情 可能要去上进 上方的更强的一个阻力是在一个四万美金附近这一带 是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阻力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要观察这个四万美金是否能够突破 那么短期可能它会去测试我们上方的一个三万八千五百美金这样的水平 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 也是存在一定阻力 下方的支撑是在一个三五千五百美金左右支撑 跌破这个支撑的话 可以去如果去跌破下方的一个支撑 考虑去优车进场去在这个位置去做一步空投下来 那么也是能够吃到不错的一个利用空间 利用空间 如果它是走了这样的一个行情去回踩这样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三五千五百美金附近有一波做空的一个机会 那目前的话还是它在上涨通道当中的话还是去持有我们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的 还是比较稳健的 那么现在的话不要去跟这个趋势作对 而下方的一个现在的话 视角的级别的话 你看它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在这个 不能带中轨的一个上方的位置 而且的话这个位置出现一个穿刺 零角的一个穿刺 而且的话它在上涨通道当中 说说现在下方放量的话 我们要去维持我们的一个多头 然后去如果它下行不了的话 我们就原价平常 我们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的话 它只要去持续去突破去试探这个三八千美金 这附近的一个水平 这是我们去观测的一个水平 这是比特币的一些情况 那么再来看一下以太坊一些情况 以太坊的话 它是去跌到了我们这个支撑附近 那它昨天是测试的到最低的位置 是到达了这个 刚好是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阻力这里 到达这个红色支撑这里 随后出现一波的一个反弹 到一个2400美金附近 那目前的话是在一个下行中道当中 四小时级别的话 下行中道当中 上方的阻力是在一个2550美金的位置 是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时间 短时间的一个超度的一个有什么超度的一些机会 那目前的话 它是在这个四小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一小时级别出现了一个穿零轴的一个情况 而且是在这个20均线上方的一个位置 符合我们五码推测办法里面的一个数量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么来了一波的一个可能他要去测试上方的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去看呢 可以看到他可能去是他这个2560美金的一个位置 下方那个支撑是在这个2330美金位置 做好一切的一个多空准备 那么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还是有一波的一个反弹 来看看具体能够反弹到哪个位置吧 我们的话现在的话 这两天的话还是有一波的一个反弹 我们继续去观察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 具体的话我会在一个我们的电报群里面进行一个分享 或者是点击去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就可以看到 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电报群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